我们课本上没有写的内容 就是到底过敏是指什么 在我的讲义上有一整面在做这个补充 这个补充不是现在给你们用的 是等到以后你们上了大学 如果你要对过敏反应想要有点认识的话 我讲义上的那一页是很好的入门 那我说明一下什么叫过敏反应呢 过敏反应是泛指免疫反应 过度反应造成的疾病叫过敏 而我们刚刚所说的立即性过敏 其实只是里面的第一型而已 所以我们课本上虽然只有讲过敏 我们课本上所讲的过敏 其实只有指第一型叫立即性过敏 后面有第二第三第四也叫过敏 像第二型叫细胞毒杀性过敏 就是抗体攻击细胞了 例如我们之前讲的输血 你的抗体攻击熊血球 第三型是抗原抗体复合体 它的复合体产生过度的反应 第四个是细胞媒介 就是细胞免疫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包毒作用 细胞免疫包毒 好那我们找几个重要的疾病 第四型是包毒 就是细胞免疫了 就是排斥 我们等一下除了讲 我们讲完过敏了嘛 我们接下来会介绍了几个疾病 像重症肌乳励 像那个红斑性狼疮 像内风湿性关节 像皮肤排斥 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教的 我们的课本就直接说 有过敏 以及重症肌乳励 以及红斑性狼疮 以及内风湿性关节 以及排斥作用造成的 这样子会让人家以为 只有过敏是过敏 其他这几个都不是过敏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常见的过敏 叫立即性过敏 而其他的相关的 自体免疫疾病 都是你的免疫反应过头 造成的疾病 他们当然都是过敏 只是被分类在 第二第三第四型而已 好事实上我们所学的 这些免疫过度的反应们 全部都是过敏哦 只有第一型叫立即性过敏 就是科码上所讲的过敏 那其中几个疾病 我们其实学过 像这边有个叫 哪里 爱迪生症 各位人还记不记得 肾上腺皮脂素 葡萄糖皮脂素 肾上腺的葡萄糖皮脂素 浓度过低 造成你血糖过低 比较没有精神 那是因为肾上腺皮脂的 分泌葡萄糖皮脂素的细胞 被细胞免疫了 被攻击了 所以葡萄糖皮脂素 浓度下降 叫爱迪生症 以上就是有关于过敏的相关的 一些分类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的课程中是没有这些内容的